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再是荒无人言 阿祖法住在这里也比较方便 凯撒因为刚到一个新的环境 不是很适应 所以早上起来时还撒破打滚 还好有拍摄者带来的美食 真是天下唯有美食能让人忘掉烦恼 凯撒心情已经恢复了平静 自己坐在地毯上静静地享受美食带来的快乐 阿祖法在旁边临时堆起了火堆 准备烧水沏茶 无论走到哪里 每天喝红茶吃方糖 似乎成为了游牧人的标配 就在阿祖法给凯撒换衣服的时候 莫森开着卡车过来了 他还给阿祖法带来了一个田瓜 他对阿祖法说 等一会我们量一下土地 你就在我们测量好的土地上盖房子就可以了 阿祖法说 为了保证以后不再有纠纷 我们最好签订协议 土地出让金我会照价支付 只是我现在没有那么多钱 请允许我先支付一部分 剩下的我慢慢再还清 大高阁一边测量着土地 一边说 我原来打算把这块土地送给你的 既然你坚持支付出让金 为了让你安心在这盖房子 就按照你说的做吧 如果你找不到盖房子的师傅 我也可以帮忙 测量完土地 莫森拿出了两份协议书 他和阿祖法一人一份 他在协议书上写上了自己的姓名 接着阿祖法也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此时阿祖法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 买土地的试算是圆满结束了 然后阿祖法把一部分出让金给了莫森 这样双方谁也不占谁便宜 宫廷交易应该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争执 忙完所有的事情后 莫森开着卡车准备到以前阿祖法的住处 把水桶以及一些有用的建筑材料拉过来 这样阿祖法再盖房子就可以节省不少开支 阿祖法终于又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 不过阿祖法并不是太高兴 因为他还没有找到自己的丈夫 在一片满是石头的土地上建造一间小屋 这也需要很长时间 这也就意味着阿祖法将无法打听丈夫的下落 等房子建造好了之后 恐怕孩子也该出生了 和康特相聚 是阿祖法现在最渴望的愿望 但如果没有奇迹 阿祖法的这个愿望很难实现了 今天是两人最接近的一次 如果阿祖法返回小屋 康特正在那个地方 老者再也行 可要是他们都不在 等阿祖法把能搬走的东西全部搬走 两人最后相聚的机会也将会失去 不过很遗憾 等莫森拉着阿祖法母女来到这里 却并没有看到康特的身影 也没有看到老者的出现 阿祖法更不会想到自己日夜思念的丈夫 昨天晚上就住在这里 如果在门廊上仔细看一看 阿祖法或许还能发现一些蛛丝马迹 但是阿祖法却并没有那么做 为了不给莫森增添麻烦 阿祖法一来到就和莫森开始将所能用到的物品搬上车子 像这个大的储水桶阿祖法是必须要带走的 因为莫森靠近市区的那块地方 打水也不是太方便 尤其是现在挺着一个大肚子 根本无法天天打水 所以这个储水桶拿过去就可以解决饮水的问题 要是等康特回头过来 发现原本放在这里的很多东西突然不见了 康特肯定会感到非常的自责 因为这说明妻子在他出去的时候回来过 而且还把东西都搬走了 这也会让康特明白 他的妻子肯定又在什么地方建造房子了 不然也不可能一下搬走了这么多东西 在莫森的帮助下 物品很快就装满了一卡车 高兴的是还有一些没有装下 莫森说等回头不忙的时候再过来把剩下的拉走 这也给天天辛苦寻找妻子的康特 留下了一次重逢的机会 只要康特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每天守在这里 等待莫森和阿祖法的再次出现 那康特还可以和妻子相聚 但就看康特这一次能不能把握住了 要是下一次再来拉剩下的材料 康特还是不在的话 先不说康特这辈子能不能找到 但阿祖法在腹中的孩子出生之前 康特肯定是见不到了 装满东西 阿祖法母女坐着莫森的车子 朝着市区的方向走 阿祖法真的是一位可怜的女孩 年纪轻轻就经历了这么多 常人所无法承受的磨难 但让人高兴的是 阿祖法却并没有因此被打倒 他坚信只要自己有着一双勤劳的手 就一定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阿祖法的不放弃 让拍摄者感到非常的欣慰 也会在分离之前 竭尽全力帮助阿祖法摆脱困境 过上幸福而又稳定的生活 在回来之后 莫森帮助阿祖法把东西全部卸下了车子 临走时莫森告诉阿祖法 明天他会帮忙找了一辆推车 把散落的石头推到一起 但是今天他还有事情不能再待在这里了 阿祖法在感谢完莫森之后 莫森就开着他的四轮卡车走了 阿祖法不想在露天的地上睡觉了 因为晚上睡得实在是太不舒服了 阿祖法决定在天黑之前 搭建一张简易的帐篷 先凑合一晚上 这位可怜的女人真的是太苦了 挺着那么一个大肚子 还要干又脏又累的体力活 而且从明天开始 阿祖法还要再次建造小屋 要是康特能突然出现 那该多好啊 视频看到这里 那么大家觉得 康特和阿祖法这对苦命鸳鸯 能否在孩子出生之前重逢吗 阿祖法 阿祖法